猫尿黄 猫尿黄 那很多宠物主人呢 比如说注意到这个 他们家的猫猫的小便 颜色比较深 或者是比较黄 那什么原因呢 或者是说出现这个情况 是体式有什么问题呢 如果是说猫猫这个 比如说饮食啊 一个大便啊 精神啊 或者是反应度啊 都比较正常 那这个时候出现黄的话 可能是在饮水量方面 就是比较少 或者是没有达到正常的一个要求 所以会出现这个尿浓缩 比较严重 会出现颜色偏深的一个情况 另外一个就是病性的因素 比如说严重的这个肝病 主要就是肝胆的问题呢 它都会出现脸色像 我们说的植物油 或者是酸辣油 这样的一个颜色出现 那这个时候就 它的领方表现呢 可能不仅仅是小变黄 可能会出现像呕吐啊 没有食欲啊 或者是皮肤颜色的变黄 还有就是可视棉膜的这个变黄 那这个时候是提示它有重要这个 食器官病变 引起这个颜色变黄 这就是猫出现尿黄的一些原因 还有就是变黄的一些方法 小变是 猫猫在饮食 大便 精神及反应度 都正常情况下的尿黄 都为饮水量不足 引起的尿浓缩 当出现小变黄 颜色像色拉油 或者植物油 并且半有呕吐 无食欲 皮肤变黄 口唇粘膜变黄等情况时 则是提示猫猫 有肝胆方面的病变